我兩個國家的心眼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哇 真是四松一湯白飯飲裝啊 超級趴 贏勻 贏勻 好 大家早安 今天是年初一 然後大家看到我後面嗎 就是白色一片 因為昨晚下雪了 然後我想說趕快趁雪柔之前呢 趕快來拍一個新眼罩 所以我戴了一個紅色帽子 然後Nana也穿了一個紅色的衣服 然後現在地上有點滑 所以我走好慢啊 我給大家看我現在穿什麼 我只穿了一件薄薄的一件上衣 然後我就出來了 我現在還要帶大家去散步 小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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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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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今天超早起床的 今天我大概八点 还没有到八点我就起床了 因为想说新年的第一天不可以睡太迟 就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不是有长辈说 如果你新年就是第一天睡到很迟 周末才新啊 还是怎么样 就会这一年都会很懒惰嘛 所以我今天特别早起 就如果不是上班日的话 我绝对是不会这么早起的 然后呢 今天一起床呢 看到外面就是 白色的一片就是昨晚下大学了 大家新年不是红色的嘛 但我的今年2022年虎年呢 我的新年的第一天呢 是白色一片 后来间觉得有点那种浪漫的感觉 然后今天我打算呢 要来过两个国家的新年 第一个呢 就是过韩国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过我们华人的 所以早上呢 我会来吃一个 韩国人在过节的时候会吃的一道料理 然后晚上呢 我有邀请朋友来 然后我也要亲自下厨 就是招待下他们这样子 对我今天感觉会很忙 就是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 但是我觉得煮是很幸福的 尤其是就是请朋友来啊 虽然我不是说我的厨艺很好 但是就是能煮给朋友吃 我觉得是蛮开心的 感觉是一个很充实的年厨艺 那今天要做什么样的韩国料理呢 今天要做的是这个 就是年糕汤 然后还有就是在过节日的时候呢 都会做的这个 就是煎饼之类的 然后我宁愿还买了这个 蟹柳 然后就是拿去煎 就是用鸡蛋这样子去煎 后来这样我觉得 我自己好像没事早事做 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呢 都是 好了年糕汤是蛮简单的 但是因为还要煎那个鸡蛋啊什么的 其实也是蛮多工的 所以呢大家知道吗 就是因为如果你嫁来韩国的话啊 然后如果过节的时候 女生是最怕回就是 呃老公的家 因为他就要帮他妈妈就在那边煎啊 弄这个弄这个的 但是我自己根本没有嫁人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弄这个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 希望我可以顺顺利利的做出来 我可以顺顺利利的做出来 石头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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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索 鸡蛋 火鍋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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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那今天呢 我就是做了這個 還有就是這個 過節他們都會吃的 煎餅之類的 然後其實今天是年初一嘛 那只有我吃的話感覺好像有一點 不太好 所以呢 我就為我們的公主呢 買了她的 這個便當 蜘蛛骨的 超可愛的橘子 這就是Nana的 水餃湯有點像肉丸湯 火鍋 對 雞乳 很可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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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快樂唷 喔喔喔 OK 喔 年糕在這裡 年糕湯 哇喔 就像豆腐肌可是它是白色 就是沒有它是湯類 OK 現在大概快要五點鐘了 然後我現在要來準備備料 我沒有現在要煮因為我想說 等大家來了然後 然後再把它煮一煮一吃 熱騰騰一起吃 因為突然間今天我們的陣容呢 就從一個人變兩個人 然後再變三個人 所以呢我想說 先把東西都備好 切好然後等一下 大家來的時候呢就直接去 炒啊蒸啊 煮啊就可以了所以 我現在要趕快 來備料因為今天我要 做的菜呢 我覺得是新年年夜飯 大家會看到有蝦有魚 然後也有 袋子雞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 夜夜飯會出現的 家常菜 絕對不是什麼很特別的東西 那現在我要來準備備料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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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材料都備好了 然後現在就是等 他們來 他們來我就可以慢慢開始 希望是好吃的 保佑我 新年快樂 看看今天有誰在這裡 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新年走到月 大家好新年快樂 還有這個油香 你是不是吞了口水再去吃 真的很香 開門的時候就有那種味道 沒有還沒開門之前我在 樓梯那裡已經聞到 真的真的真的 我們要蒸魚囉 我還有蒸魚 哇 還有粉絲 它現在因為蝦頭超多 哇 我真的其實沒想到是這麼豐富 所以你說煮飯 我沒有想到是這樣子的煮飯 吃飯 吃飯 這個好好吃喔 好香喔 是嗎 好香喔 嗯 嗯 老闆老闆 我可以加盲香港吃 好好好 老闆吃到江北 而且很有香港味耶 好厲害喔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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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在香港吃過這個耶 真的嗎 這是我們買蝦在炒菜 對啊 要喝了嗎 對 又是我們啦 去年 也是我們 就是年初一一起慶祝 然後今年我們也是 四人幫 然後被排斥了 對 因為我們都是青色 有可能就是你中獎 喔 穿了 因為我們 我有穿紅色的 我去換衣服了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玩韓國的呱呱樂 大家有玩過嗎? 韓國沒有? 我有 真的嗎? 說你有中獎嗎? 有有 但是金額就很低 就很少 就幾千幾千這樣 這美金嗎? 我也很小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買了價值五百一千跟兩千的這個呱呱樂 然後就是抽出來的獎金呢 會有 兩億 五億 五億 還有十億 十億 你們可以自己選一個 你們想要的就是 它就說 如果有三個 就是裡面有三個是一樣的 金額 金額的話就是糖蟲 哇他寫三文耶 他寫三文 啊啊我沒有了 兩個一樣了 我也有 兩個 我有三個一樣耶 但是就五百塊啊 一六 啊啊沒有 你錢包肉差死了 怪不得 啊一六一六有兩個一六耶 我也是 有兩個五千 五千 誰會這麼容易給你三個一六啊 太好重了 一六 多少 三個 五百 三個一樣 對五百 為什麼 五百 不是跟我一樣 欸五百也很多啦 對啊 白本啦 白本啦 現在好好玩 來囉 那我看到我的 我是一號 我是三號 我是七號 我是一 來來來 這是日 為什麼是日 一超暖 我中了一超暖 我中了一超暖 山車暖 為什麼是什麼意思啊 山車暖 哦 哦 哦 哇 快 耶 也好 我這張都沒有耶 沒有耶 很好玩的耶 嗯 房子 房子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喔 喔 穿喔 是兩千 是我最高喔 好像是 好像是你最高 是我的衣服 是喔 兩千 五百 三千 三千 四千 四千 五千 四千 一萬 一萬二 一萬四 一萬四 我花了 快要三萬 我花了 一半 對 一半 50% 50%左右 所以 大家這只是新年好玩喔 大家不要賭博喔 代表我們有正財運 沒有偏財運 OK 所以 這一年來都會順順利利了 YA 好啦 那 祝大家新年快樂 雖然這支影片上的時候 可能不是新年的 但是還是 祝大家 五年 神聖運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好不起耶 好沒有默契喔 志祺健湯 我是Rui 喔 他剛剛等了嗎 他當機了 出入瓶啊 一請趕快過喔 YA 現在呢已經兩點半喔 是凌晨喔 然後米蘭她們剛剛走了 然後 我終於就是把我的妝卸下來 因為我今天 從我化妝到現在凌晨兩點半已經超過 幾個小時啊 超過 應該有十六十七個小時之類的吧 就超級久 終於可以把我的妝卸下來 然後 現在是完全素顏的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這個產品呢 就是 Foreal Luna Tree的這個洗臉機 我真的很想要推薦給大家 因為 我自己本身用了兩個月啊 我真的真的真的每一天都在用它洗臉 因為我覺得 它比我以前用手洗的方式啊 來的乾淨非常的多 就是摸起來會覺得 啊怎麼那麼滑 它是透過這個脈動科技去刺激我們的這個 皮膚層的這個細胞 然後去提高我們皮膚的一個循環 所以呢它就可以把我們裡面的一些 嗯 無積啊 就是可以清得乾淨 而且會讓整個氣色會變得很好 像我自從用了它之後啊 就是連長痘痘的粉刺就是真的會減少 那我覺得很棒的是啊 它這個按摩的這個強度呢 是可以依照你自己個兒的喜好 你要強一點 你要輕一點 其實都沒有問題 你都是可以自己去控制它的 那大家可能會很擔心的是這個的材質 它是屬於矽膠的 它是完全那種非常非常軟的 我第一次磨到它的時候 我覺得說 欸怎麼會那麼軟啊 就是完全沒有那種刺激感 就是磨在皮膚上呢 都會覺得是舒服的 前面有一個頭啊 它是做了比較粗一點的 那這個比較粗一點呢 就是適合放在這種鼻翼的地方 那其餘的部分呢 就是臉頰啊這種地方 都可以就是幫你洗得很乾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為它是洗臉肌 那我們難免一定會碰到水 它是完全防水的 大家完全不用擔心 如果你把它掉進水裡面 還是整個拿去洗的話 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已經用了兩個月 它完全沒有問題 我都是在洗澡的時候呢 都會去拿來洗點 所以你知道 那個水是沾到非常的多的 它竟然可以沖一次 然後用六個月的時間 像我現在已經用了兩個多月了 我根本沒有再沖過一次點 它就是完全的超奶 如果你去旅行什麼呢 你不要擔心就是 要帶充電器啊 增加點心理 你只需要帶這個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個人 除了用它來洗臉之外呢 我還會用它來做保養 因為Luna Tree後面這個背部呢 可以讓你的護膚品啊 就是像是乳液啊 或是精華呢 可以更吸收進你的皮膚裡面 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也是一樣 就是用震動的方式呢 然後這樣子去推 給它去按摩 讓那個精華液啊 可以慢慢的 就是透入你的皮膚裡面 它除了可以拿來洗臉之外呢 它也可以拿來保養 完全是一舉兩的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真的蠻推薦給大家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就是 來試試看這個 Furluna Tree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今天完全就是 記得我一個 在韓國 過第二次的新年的一天 依然就是跟好朋友一起過啊 然後可以就是聚在一起聊聊天這樣子 雖然就是今年沒有辦法過年 但是因為有一幫好朋友一起 所以我其實也覺得蠻開心的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影片啦 那喜歡的話可以給這影片一個喜歡 也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然後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다음에 봐요 안녕